明天的蘋果娛樂頭條 今天搶先播出 歡迎收看五月二十四號 星期四的蘋果娛樂新聞 我是JR 我是王欣如 風片跳囉 你回來了 我終於回來了 真的 你從新加坡 就是怎麼講的 衛國真光回來了 是嗎 拍完戲了嗎 完全拍完了 完全拍完了 是 跟小鬼的合作就對了 對對對 只剩你最大的收穫為什麼 變黑嗎 不是 因為當時我們拍照的時候 大家說他新加坡有曬黑 沒有 因為新加坡陽光本來就很大 是啊 可是我已經盡量沒黑了 除了他321卡 那個Action之前 我都一直撐著 你都撐著閃 陽閃嗎 當然是防UV的啊 拜託 這樣不怕被人家說 就是很大牌 沒有 因為每個藝人都撐 因為真的太熱了 是 好 所以新如回來呢 今天在主播台上 為大家服務啦 那其實今天有很多很棒的新聞 像比如說 夏阿璇跟柯震東的後續報導啦 昨天他們喝咖啡 今天呢被拍到更勁爆的 對 然後還有瑞莎要全裸寫真的 趕快來看一下 大解放娛樂大事件 哇 今天很多精彩的新聞 可是我剛剛那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像瑞莎她全裸寫真 這一次剛才看到VCR呢 是專門for蘋果獨家的 我們蘋果獨家只有在蘋果娛樂新聞才看得到 對 所以瑞莎到底出國拍了些什麼 今天就會一次告訴大家 還有剛剛看到2NE1跟Shiny 拍廣告也要玩琴琴 現在玩那麼大就對了 對啊 大家都玩好大喔 是 那每天你也跟黃靜如 黃靜如是誰 黃靜如是誰 黃靜如是你跟黃靜如的小孩叫黃靜如 好喔 亂講 沒有啦 下次我們搞不好 辛如這樣講 我們到時候拍我們的Promo VCI也可以 對不對 是 不是我結婚是另外一個人要結婚啦 對 因為我們剛才收到一則即時消息呢 就是 昨天有報導新聞說 Tank跟華嫣解約 長達7年之久的合約解約了 可是呢 今天又爆出她已經未婚生女囉 對 而且這女生呢 其實已經5個月大 然後叫做華娃是一個女兒 爸爸 而且她即將要結婚了 有沒有看到 就會在9月28 小孩出來了 哇 Tank還輸油頭喔 好可愛喔 這個怎麼感覺是賭神周潤芳的孩子 重點不是這個好不好 是她手上那個 你看老婆好年輕喔 那是她老婆 好小喔 那怎麼像她妹妹啊 是Baby生Baby 小朋友很可愛 對 Baby生Baby 好可愛喔 所以再怎麼樣 這裡不管就是說 Tank接下來工作是打算說要繼續創作歌啊 還是說就有投資啊 先結婚再說 對 就是對啊 可能要補伴一下啦 對 所以那Tank這樣也希望她身體很健康很重要 因為像Tank之前有裝一個這個心律 這叫什麼 心律續戰器 因為我那時候親手摸過她的身體這裡 怎麼樣 是一塊長方形的盒子 直接摸得到嗎 直入到肩膀這裡 就一塊凸在這裡喔 直接摸得到嗎 對 就像一塊凸在這裡 然後上面就皮 那就類似她可能心律不整的時候 要按那個電吉他這樣子 所以她的生命都非常可貴 趕快用妳的非常可貴的生命 再多創作一些歌曲啊 因為Tank很多歌是女生很喜歡的 對 對 《非女莫屬》 還有 《給我你的愛》 對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專屬天使 對 非常好多的歌 都非常紅的歌 期待妳更多的新創作 好 接下來看一下 全牛狗仔隊 欸 馨如 狗仔隊今天拍到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拍到一對夫妻啊 在街頭互餵巧克力 然後當那個太太問老公說 妳想吃幾塊的時候 老公竟然蹲下來說 什麼啊 欸 剛剛那化妝師那光頭那個阿鑫有沒有 據說它是香港就是這麼多彩妝師的樣子 天王天后 對 就是畫過不管是日本阿 港澳台的阿 它是自己有自己保母車的化妝師耶 好誇張喔 天啊 別藝人還藝人耶 這應該也是就非常具有實力吧 大牌隱形要用它 它也算是個大牌阿 對不對 不過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剛好像有口誤啊 因為我剛剛在化妝間一直要問大家說 我要吃十個 要怎麼講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 就是 然後他們說 對對對 然後就剛剛我講話說 不是啊 他們說吃不是這樣講 我說可是你們剛剛都說對 他說沒有 我們以為妳要說我要七十個 差很多好不好 你給我講一次正確的啊 吃怎麼講 這樣是像四十個 欸我發現你還是不要念廣東話好了 畢竟我們這集團 跟香港也是有密切的關係 我還不能講錯對不對 你先去學一下 你先去學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 好啊 欸怎麼聽都是七十個啊 好好好 你真的沒有語言天分耶 對啊 人家不回來就練就就是 講不出好聽的話就對了是不是 沒有我講話這麼重聽 你講話很重聽嗎 我看你根本就重聽吧你 好 算死了 對不起 今天為什麼太激動了 你看我的夥伴是不是很神經質 剛剛他還沒有開錄前超激動 他現在一直在走 沒有啊這不是我 我待會兒要激發他的瘋狂的那一名 欸不是我現在在醞釀下一則新聞 趕快記新聞了啦 好痛啊 這則新聞不能太開心也好煩喔 這一則新聞就是 之前那個上女的那個朱慧珍 他今天出來講話了 而且他哭喊著說 媽媽今天幫你出櫃 他們搖了彩虹旗看一下 我覺得當然希望朱安傑一路好好走之外 我覺得媽媽的情緒也要 也要冷靜一下 冷靜一點啦 對啊因為其實上女之痛 我覺得又有這麼大的新聞 大家都會在關注他 可是希望你可以就是 繼續過你安安靜靜的生活 然後不要受到媒體的打擾 早日回歸正常的生活 對 不過我覺得如果他要組成一個 什麼樣類似聯盟 就是幫助這些同性友人啊 這些基金會啊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幫助更多的人我覺得非常好 對 總規矩朱安傑一路好走 好接下來看到這則新聞呢 昨天我們拍到了亞東臉 蝦小璇和柯正東呢 一起喝咖啡對不對 喝咖啡 感覺好像是為了那個開刀前心情 要報告一下 要報告一下 今天呢 聽說有人募集他們 一起夜騎腳踏車 而且訪問到蝦小璇本人 他竟然是讚不絕口 哪方面呢 這不是JR常有的症狀嗎 是妳吧 怎麼可能是我 大家評評的呀 您評評的呀 嘉嘉 剛剛還給我點頭 哎 我的朋友好奇怪喔 你看 你看 它馬上就露出原型了 你就回擊呀 你知道它剛剛打我的腥 超痛 好我給妳用力打一下 來用力打一下 你看紅我好像紅了 來嘛 我現在給你用力打一下 好 用力用力 好 超用力的喔 1 2 3 你很賤欸 我就知道 才不會被你騙 好 我們來看下一則新聞好不好 對 下一則新聞是我們之前有一系列坎城的報導 今天有繼續後續 就是張柏智他在坎城慶祝他的32歲生日 而且大導演關錦鵬佔他生命力超強 是關錦鵬的 我們關大導演在畫中有畫 要小心去選他的項目 而且Repeat了兩次 這項目是什麼 是說要選片嗎 比如說要拍什麼片 還是說男人呢 還是說買房子呢 還是說人生的道路呢 難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訪問到關大導演 沒關係 把這個問題留下來 還是張柏智 張柏智 對 問他一下說 你有小心選擇你人生的項目嗎 可是你自己覺得他有可能跟謝霆鵬破鏡同學嗎 以你的觀點 王興如的觀點 好煩喔 當然都會希望看到這圓滿的結局 就是跟小孩大家一家人團聚 那不是很好 這是我個人覺得啦 我覺得應該蠻難的吧 這種事情很難講 家務事我們也沒辦法插手 對好不好 這個事情不到最後 絕對不要去說破嘛 對不對 打死 不要去說 不要去說死啊 不是說破 之後就是坎晨我們還會有後續的報導 對好 那接下來看到這一個呢 她去參加時尚派對 她是安心亞 據說她這一次不一樣囉 她有跟孫芸芸一樣的那種自信時尚的感覺 變時尚嗎 但是不知道講話後有沒有破功 女神了嗎 看一下 我覺得 有欸不知道頭髮梳起來又在時尚派的那種氣氛感覺 整個有feel欸 氣質不太一樣喔 女朋友啊 也沒有我覺得我覺得安心亞蠻厲害的 她算是那種真的是能屈能深 你看大黨裡面 能屈能深 在大黨裡面瘋狂到不行多醜都辦過 嗯 然後發唱片又這麼性感 對然後你看很多拍什麼最近那個沐浴如廣告 欸有很可愛很性感 然後現在又可以時尚 哎呦路線越來越多全方位的囉 是啊 是 朝安雲雲的路線前進 對氣質要有學到80%才夠啊 是那我們應該也要多多學習啊 對我們要多多學習之外 那接下來也要看到這個是 對 是我們依依電視的主播蔡慶雲 就是之前才就是傳出她女兒 大女兒玻妞就是得了血癌 是 然後就已經在治療兩年 她就花了95萬 為了就是治療她的女兒血癌 母愛真的非常的偉大 但這也是我們蘋果的獨家 我們來關心一下主播還有她的女兒 好希望玻妞可以早日康復 我覺得這個癌症的病患呢 來這抗癌的時間其實非常辛苦 我覺得家人也很偉大 所以希望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長期的抗戰 對我覺得當然也希望說 不要影響到主播她們的工作啊 然後可以完美的 然後這個讓朋友可以早日的康復 康復 好這時候心如手上一本東西 來振奮大家的心情喔 就是我們的瑞莎寫真集 是的 你看你看真的非常的性感 今天我們要獨家介紹之外 待會廣告回來呢 各位這個是靜態對不對 待會有動態的喔 趕快叫有男性朋友 轉到蘋果娛樂新聞來休息一下 不要轉台喔 好剛剛看到五月田呢 沒錯因為這個 一週冠軍新聞的預測呢 在蘋果娛樂一週裡面 如果預測成功的話 就會得到這一顆 在我手上 欸我真的有算過喔 你看 五個人的簽名都到齊了 簽名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好想得到喔 現在在我手上這一顆耶 所以趕快上我們的Apple E-News去投票 然後重點是 時間是什麼時候 在星期五的下午兩點 開始到星期六的晚上九點之前 到我們的臉書預測 這個球可能就是你的了 是五月天的粉絲趕快鎖定 我們蘋果娛樂新聞 還有蘋果娛樂一週喔 好接下來就要看到我們的獨家 蘋果的獨家 欸這本你知道我剛剛怎麼找回來了 在我們男性工作人員的背包裡 把它抽回來 他們已經想帶回家看了 就是瑞莎的全羅寫真 你看前面有這種動態的啊 很運動的對不對 但是馬上來囉 要踩到了 要踩到了 你摸什麼 你摸什麼 就是 你看而且你怎麼直接在摸這種人部位 好 所以剛才你看 現在大家看到 對 所以呢這個是靜態的嘛 靜態的 我們獨家蘋果 怎麼可以讓大家錯過呢 接下來來看動態的 我們當然更厲害的 聽說他們很辛苦 4點就開工了 還可以拍出這麼真的照片 看一下 直擊一下 欣如妳是不是新加坡待太久都不知道台灣的八卦對不對 對 有一點 對 因為剛才聽到他說 欸 其實我工作人員講說他之前跟汪東神被拍到啊 去看電影啊 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我是蘋果娛樂新聞的直播 我一定知道 他們去哪一間 梅麗華嗎 沒有 好像是板橋的大圓白 到那麼偏遠都被拍喔 是不是 我是不是記很清楚 好厲害喔 這樣有沒有加薪 有沒有加薪 沒有 200塊 加200塊 我們國仔真的好厲害喔 這句話什麼意思 妳在意下事 就意下事了 沒有 現在都不能到那個連偏遠的電影院都不能去了欸 嗯 要有一些paypal啦 這下次我來教大家 好好好 這個JR應該最會 因為他最有經驗 沒有 我這樣教大家 不就我也會被拍到 那你教我就好啦 好偷偷教你一下 好 剛才看到這個是我們的獨家 然後是蘋果娛樂 然後給大家一個非常性感的瑞莎 接下來呢 接下來是我們要直擊好萊塢 就是呢 美國偶像總決選 你應該是總決選嘛 哎呦 你去新加坡拍戲還是去福建省拍戲 你知道聽慣了他們的語言又有點 回不來 口音比較特別一點 好了他們總決選雅君已經出來了 是16歲的雅醫 而且他是靠著翹臀針才起死灰身喔 我知道翹臀針用屁股把它頂一下 他就到那個名字 不是 他是用他的免死金牌 看一下 我覺得看完這個新聞最記得一句話就是 This is crazy 他絕對不會讓你回去的 She's crazy 那當然是你啊 是你吧 是你 來來來來來 沒有我覺得他還是很有實力 所以翹臀針啊 才會把他留下來 是 你要再唱你的新主打歌了是不是 對 我下一張專輯的主打歌 OK 那你下一張專輯我先不關心 待會下一段有什麼呢 是有2N1的Dara跟Shinny玩輕輕 而且今天我們韓語教師會教你超實用的韓語 是 而且今天明人收聲呢 要來收顏雅倫聽說他的包包 跟小叮噹的白寶袋一樣 不知道會不會收到陳怡如躲在裡面 1 2 3 明天的蘋果又要投條 今天搶先播出 幹嘛要1 2 3啊 沒有 因為我們每次去新加坡以前宣傳的時候 新加坡人講英文都會有個特別的口音 比如說JR Gino 就比較特別 1 2 3 然後我剛才只是想說可愛的學一下這樣子 但不是要取笑你們的意思喔好不好 但幸福的麵包這部電影 對 是走溫馨路線的 而且呢我們今天就會送出幸福的麵包電影票 對 所以大家鎖定蘋果樂新聞感覺 螢幕就會在我們節目之後出現 因為好像有人就是去看過視頻說 是非常的溫馨 非常的催淚的那一種 我最喜歡這種感動的影片了 不是 你太久沒被感動了是不是 心寒啊 心寒 太久沒有人問到你了嗎 唉 趕快來問到我的心 趕快放心 介紹男朋友 好 那這個講到你心寒的接下來更冷了 因為寒風來襲 好冷喔 昨天呢我們有整理像譬如最近整理說 像新一代的偶像啊 接演了一些韓劇的一些收視率啊 我最愛看韓劇了 對 很多人都會來看韓劇啊 可是我們今天要講到這一個是呢 算是前輩級的 是 張東劍啊 對啊 張東劍啊 還有宋承憲啊 他們現在演了韓劇隊的 他們都超帥的 他們應該算裴永俊在之後一點點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一位是金萱兒就是 什麼愛上女主播那一類的 不是 金萱兒是誰你知道嗎 金萱兒就是那個叫我金山順啊 還有市政廷的那個女生 她又要再演新戲了 聽說是要演老處女喔 怎麼又演一樣的 她好像就是 她那個初期記者會也太正了吧 我說金萱兒啊 身材好正喔 我覺得她有Ella的影子 就是有時候很中性 然後又可以耍性感 對 她演戲的時候完全不顧形象 就是那個角色啊 對 然後整個完全不顧形象 但是事實上其實是非常正的好不好 沒錯 接下來是我們的韓語蘋果教室 蘋果韓語教室 蘋果韓語教室啦 因為你知道這是我最愛 就是又愛又恨的單元 我告訴你我們開一個你愛的 就是辛儒的蘋果新加坡語教室好不好 你很煩耶 好 但是韓語教室今天要教大家什麼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哇 他們都有波波耶 波波是韓語好像清清的意思 是是是 波波喔 我看完整個我就只記得 波波 波波 對 那大家如果想學其他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 對 如果想要複習的話 可以到我們蘋果的粉絲團 就可以複習今天的韓語教室 是 那剛才看到裡面 其實看起來像男藝人啊 或是在拍廣告 或是在這種吻戲的時候 眼神都很深情 好像會演戲說話一樣對不對 對 眼神要勾住對方的 對 所以最近韓國呢 就有個票選啊 到底誰 哪一些演員哪一些明星呢 眼睛是最有戲的 最會勾人的 看一下 誰最會呢 欸 金佑璟現在超紅 你知道我看那個 就看MOD在看球賽啊 中間廣告都是他的廣告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票選 那個部戲叫什麼 哪一個 《擁抱太陽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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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薦 他不是第一名嗎 現在 我回去馬上看這一部 但我剛才看的時候 要先選擇一下 因為好像據說是跟我們同時斷播的 所以先看蘋果娛樂新聞才對 可以錄下來之後再看它 沒錯 好不好 好 那剛才看到這個金秀賢呢 接下來是娛樂專賣店 我們這一次搜身搜到了 顏雅倫身上 而且聽說他都帶著大包包 他的包包裡面到底裝了什麼呢 是3C產品還是化妝品還是 馬甲 馬甲我們來搜一下 他戴馬甲也太快了 顏雅倫可以改名叫燦坤喔 臨時變什麼都我的感覺 好貼切 iPad啊什麼 從次就看得出他非常沒有安全感 怎麼說 因為你知道包包越大的人 東西裡面塞的越多 代表心裡就是越需要安全感 我被你說中了 因為我包包也很大 下一段回來要送出我手上這個 幸福的麵包的影片票 是 然後還有看到就是呢 卡麥隆迪亞到倫敦去打芯片啊 但到處都大家喜歡他的田伎兒 到那裡人氣竟然纏輸 到底輸給誰呢回來就知道了 怎麼可能 有沒有剛剛那四個屁屁就是這三個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好啦 巴黎瘋馬秀呢 明天我們要送出這個票給大家 然後是一部電影 把瘋馬秀搬到大螢幕上 大家鎖定明天的蘋果娛樂新聞喔 好的 還有我手上這一個 幸福的麵包即將要送出 十組二十張 題目是 題目就是今天的新聞中 張博之在坎城度過幾歲的生日 是不是很簡單 對 八成四等於多少 四成八等於多少 好的 趕快把你們的答案寫到 我們的小編開的框框裡面 這時候解決懲罰表真的非常的重要 對 我想這時候應該已經截止了 對 待會呢我們就會把這個票送給大家 十組二十張 這個電影非常非常的感人 然後我們現在也來回應一下 因為在臉書上面呢 有一個鍾玉華同學說 快考基本學歷測驗了 好煩喔喔 喔不要煩 好啦 加油啦 對啊 雖然我知道 就是你們要考試之前啊 看娛樂新聞可能會影響到你們那個 考試的情緒 但是偶爾這一個小時放鬆一下 看完之後再去讀 你學歷測驗一定可以滿分的 加油 鍾玉華